小明星大跟班 近日将播出主题为明星姐妹的相爱相杀 其中在节目上 Apple谈言妹妹黄乔星 劝不听的性格让她非常头痛 由于妹妹目前单身 只要遇到不错的异性 自己都会想替她牵线 不过常常都会有男生误以为 黄乔星已经与前男友复合而婉拒她 对此Apple则直呼 自己知道她真的没有要跟那个男的继续 但外面的人因为新闻太大 都以为他们要复合 不然就是还在一起 而姚姚认为姐姐并不了解 自己与前男友还保持联系的原因 就只是单纯想控制自己 随后也透露说到 会与对方联络是因为自己很在意那只狗 比在意认识新的男生还要重要 而在一旁的Candy惊讶直呼 所以你前男友允许你说他是狗哦 对此憲哥傻眼表示 是他们真的有养一只狗啦 最后憲哥也提到新闻真的太大 当初不是要你不要公开 因为公开就等于分开 就像是Candy与毛帽男 也就是现在老公偷来暗去的时候 自己也跟她说绝对不准公开 公开我打断你的腿 一番话让现场众人都笑翻啦